团扇 又名指扇 最早源于汉代 其形丝满月 大多以纸或捐为面 逐为谷 10月19日 记者在北京见到了75岁的宫廷团扇项目传承人梁继兰 14.15岁起 梁继兰便师从工笔画家马进先生 花了50多年 退休后 他便开始团扇的创作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花了100多张不同样的作品 梁继兰说他从未卖过自己创作的团扇 都是宋人 除了赠给亲朋好友 在2018年9月举办中非论坛时 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了乌干达的总统夫人 后来有一个乌干达总统的夫人 她本身是乌干达总统夫人 另外她也是他们国家搞文化和教育的一个官员 所以她提出来要看一看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的情况 后来我们就在职业教育的那个一个学校 就是有一些非议的产品 就是她去参观去看了 看了以后她挺喜欢的 后来呢 那个我呢 就把我那个画的这小团扇 就送给她一把 她呢 表示特别喜欢 挺高兴的 先在卷布上做画 再通过托表处理 让卷布变得平整 还有扇骨的制作等 一个小小的团扇中 包含了不少传统手工艺技术 第一个 它这扇骨的上头就有这个损某结构 然后呢 绘画完了往上粘的时候呢 粘在这个扇骨上呢 它就有一个过程呢 就是要表糊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绘画嘛 你装表上的东西是不是也有绘画 有刺绣 还有克思 第四个就是最后那个流苏 就那个缀 拴的那个缀就是有绳结 在梁继兰看来 扇面是一个很小的方寸之地 但如何用这个方寸之地表现出创作者的情感 才是最重要的 团扇内容多以花鸟为主 画面明快 干净 漂亮 用色艳而不切是基本要求 而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作品的意韵和意境 才是团扇创作中最难的部分 梁继兰创作的春夏秋冬作品的《秋中》 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意境的展现 好像是它从镜头外的飞进来了 刚滤落 一使劲 哗啦哗啦哗啦 一踩着树枝掉了好多红叶 你比如说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红叶 就给画到地下 就是底下 全是红叶 渲染秋天嘛 但是我没有 我就让那个小鸟一上这个值感 它一踩 就这个尽头的时候 这树叶哗啦哗啦一多 如何练就画中含情 画可传意的功力 梁继兰说 这离不开他年轻时的刻苦和用功 我年轻的时候 确实现在说起来真是用过功啊 我那个时候就是写生特别多 到中山公园啊 到那个天坛 单位同事啊 一块儿骑着车 那个买一个大面包 二辆粮片 然后再带湖水 背着画架子 拿着一个 滴了一个叫小凳子 我们叫马辗 就一坐那儿画菊花 一画就是一天 梁继兰说 自己已经75岁了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教学生 让更多人了解团善这门艺术 而只要他还能画 他就会画下去 我没有想到 哎呦 我画再画两年不画了 给自己规划 没有这个 我只要想画 我就画 只要我能够画 我就画 了三月 你一定有不合适的 求你